啦啦隊熱舞 張忠謀加碼獎金 全場超嗨 這都是台積電一年一度運動會的歡樂場景 除了按照往年邀請張忠謀夫婦參加 據傳今年還有一位神秘嘉賓受邀 就是蔣上義 時光回到2009年運動會 坐在第一排的是曾凡成 蔡立行 以及時任研發副總的蔣上義 曾經他被張忠謀清點為接班人 卻選擇西進 直到2021年再度回到臺灣 也換了全新身份 現任鴻海半導體策略長兼旗下迅新董事長 蔣上義對媒體證實 有收到運動會邀請 就是他從台積電退休後第一次受邀 但剛好那段期間人在國外 無法與會非常可惜 而外界解讀這代表蔣上義 和張忠謀已經破冰 也有傳出早就恢復聯絡 前臺積電人士分析 蔣霸獲邀參加十分合理 其實原本兩人也沒有深仇大恨 因為蔣上義並沒有做出違反國家安全的問題 不過至於現在是否和張忠謀變得親近 也可能難回到當年狀態 只是這回台積電找老將團員 專家分析 這象徵台積電走向世界 呈現啟後 其實台積電的這些退休人員都有開支三頁 不管是到中國大陸 大家比較知道中國大陸 美國啊 像歐洲 這些日本其實都有 過去的不管是在高端封裝 或是這些高端製程 這些退休人員其實都付出很大 台積電在做的任何事情 其實都是很有遠見的 然後逐步的落實 台積電運動會將在十月二十六號登場 這是新任董事長魏哲嘉首度主持 也讓外界期待究竟有哪些大人物齊聚一堂 三位新聞陳時尚 劉志祐總報道